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2022年货预购开始咯 这次的品项比较多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看 或者是到站所所取目录 我有帮大家做了分类 就是锅物的然后鸡猪鸭的 然后海鲜跟油饭类 这样就比较不会漏掉 然后这一次呢 还有针对蔬食朋友 蔬食社员所提供的选择都有 很丰富 昨天帮大家开箱的这四道 然后外加康普茶 我们的康普茶呢很特别 我喝过我觉得它还蛮好喝的 因为二次发酵 所以它必须要冷藏 而且是放在玻璃瓶 你打开的时候会有那个气出来的声音 这样是对的 那因为康普茶它是自然发酵的 所以它会有微量的酒精 所以也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边看到这个是蜜薰鸭肉油饭 它的画面就是没有办法转过来 我也没办法 然后还有古早味芋头糕 它一整合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加热 这个是甘蔗鸡 我们去年也有甘蔗鸡 不过这次是不同生产者的 这边看到的是我们的花雕醉虾 它是用邱家兄弟的白虾 然后吉昌的中药 只要把它退冰之后就可以吃了 我昨天有测试 我觉得那个虾肉还蛮Q弹的还不错 然后它烫汁很多 所以你来战所的时候 你要另外再买一包白虾 你就可以再煮一次 然后这边看到的是那个蜜薰鸭肉油饭 我觉得它很香 因为它有米酒干香菇丝 麻油跟姜片下去炒 所以你在蒸的时候 用电锅蒸的时候 就已经会闻到阵阵的香味了 然后鸭肉丝 吃起来也不会让你觉得不好痒 我觉得这一个我给它的评价蛮高的 大家有听出来 然后古早味芋头糕 这个我也蛮喜欢的 因为它用的是我们合作社指定农友的芋头 你可以用电锅蒸 也可以像我这样子用平底锅下去煎 这两款真的都不错 真的很不错 我们的花雕最下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每个社员只能下单一包 因为数量有限 所以美了就是美了 那还有我们之前大家都会 节庆都会有的印加果油 然后还有善良滴鸡精 日本干干贝 还有老梅酿 这些都有 所以都不要错过 我们下次见 拜拜